针池飞舞的白鹤,活灵活现的九龙汽珠 这些栩栩如生的宗编作品 均出自长沙一队听障夫妇周嘉玲和黄小平之手 30年来,周嘉玲不断钻研,创新手艺 不仅成为长沙宗编飞衣传承人 还申请了三项专利 其产品摇指舌和平衡蜻蜓在海内外备受追捧 宗编也被称为宗叶编 是用中国南方普遍生长的棕榈树叶 进行编制的一种民间技艺 而长沙宗编往往选用的则是每年3至4月间 最新鲜的嫩叶 采摘后经烫煮、晒干、运湿等多道工序 方可进行编织 处理后的棕叶有着较强的韧性 弯曲度容易调整 编制而生的作品造型精致、优美 2001年,长沙宗编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用化遗产项目名录 长沙宗编是用棕树叶 把他晒干再制作的 现在遇成为曹沙三杰 他是从清早时候起 就申请于曹沙街头了 到抗日战争火烧曹沙以后 狭下的这些民间艺人 做出名的民间艺人 就到草草市里面举个草帽 在街头卖这个棕叶 多年前因药物过敏 导致未满一岁的周嘉玲 听力神经受损 从此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 12岁时 周嘉玲在继父宋国欣的介绍下 拜师学习棕编技艺 在数十年研习棕编的日子里 周嘉玲不仅在传统编法的基础上 进行了创新 也在这段时间里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2001年 周嘉玲与同为龙亚人的黄小平 结为夫妇 在她的感染下 丈夫也和她一起从事中编艺术 周嘉玲 她是12岁就开始学这个东西 那是80年代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什么东西都创新 周嘉玲继承了传统的 老师全给她的一些好的编法 后来她自己又改进 又创新 创造了几种新的编法 像辫子编法呀 鱼鳞浮语编法 是最新的编法 像那个鱼鳥的翅膀 像鱼鳞一样的 一片一片地盖上去 那种新的编法 现场 周嘉玲也向记者展示了 咬指舌的巧妙之处 当手指伸进舌口后 便会被这个小玩意儿 丝丝咬住 而拨动舌口处的机关 手指才可拔出 十分有趣 我们第一线专利的 就是中边咬指舌 这个是受了笼称的 抓那个鱼虾的 那个周边的一个笼子 那个鱼虾游进去 就不可以推出来了 就利用那个原理 就自己创造 发明了这个咬指舌 宣报了一些权利 不仅如此 周嘉玲夫妇创作的中边作品 还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展览 深受国外年轻人欢迎 平衡蜻蜓 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玩具 我们现在飞起来 就扶植 把它提高 也申报了一个权利 平衡蜻蜓 拿着手上 怎么也不会掉下去 第三个权利 一个 这个很普通的松果 和这个中边结合 一个新的创意 如今周嘉玲已经成为湖南省编制工艺大师 中边承载了周嘉玲的梦想 她在长沙开办了中边传习所 而茂蝶之年的宋国庆 则在一直从事周嘉玲夫妇对外的翻译工作 周嘉玲表示 她的梦想很简单 就是要让千千万万 像她一样的残疾妇女 能够通过自己的手艺获取报酬 打开生活的新片帐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边承转了